下影线抄底站上 它所涉及到了三个重要的要点 第一个要点 价格联姻 这里面的联姻说到的就是N大一桶三 最少是三联姻 最少是三联姻 第二个要点 下影线一次加长 说的什么意思呢 下影线一次再加长 说的是下方多方反攻力度一次再加强 一次再加强 第三个要点 不创新低 不创新低 尤其是收出一个不创新低的原客宴 代表价格指定收养开始启动 满足以上三个要点 股价反转上涨的概率极高 我们来看具体实战的案例 具体实战的案例 我们看到这个个股 它突然连续五联姻 这是符合了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 我们看下影线是否一次再加长 我们看到 第一个体验下影线所遇到这个位置 是这么长 第二个我们发现 下影线是不是缩短了 没有了 说明这个KM它是不是不能一次加长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KM忽略不计 忽略不计 我们再往后面看 这个KM所遇到下影线是不是这么长呢 这么长 我们看到它是不是比昨天的下影线长呢 因为这个下影线是不是没有啊 它比较长 我们再看 这个下影线所遇到下影线是不是比较长了 同样的是不是符合了一次再加长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根 你发现最后一根KM它所遇到下影线是不是非常长了一次来加长而且非常长 这个KM叫什么呢 叫庄家的送礼线叫庄家的送礼线 如果出现这种KM的话代表底部反转的概率极高 由于时间关系 我这里不做详解 这个内容我已经放在股票长毛口里面 方便大家进去学习 好 出现庄家送礼线的第二天 我们看到它收出了一个不撞心率的洋KM 代表价格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开始启动呢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考虑大胆买进 买入肉股价出现这种不断性的上涨 好 这是一个案例 我们再看第二个案例 同样的我们看到 这个个主出现了四连因 出现了四连因 是不是满足了价格连因N大一本刷 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我们看第二个条件 下一天是否一次再加长 我们看到 这个KM锁定的向盐是不是正常呢 这么说 第二天你发现缩短了 缩短了 只要是缩短了 说明这个KM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再看 这个KM是不是比他 比昨天这个K线的下一线长了 好 你发现它是在连续 我们发现这个K线 所对的下一线是比这个K线还长了 说明这三个K线组合在一块 是不是叫下一线一次再加长了 下一线一次再加长 说明第二个条件满足了 第二个条件满足了 我们看第三个条件 不创新低 我们看到第二天 他搜出一个不创新低的阳K线 说明价格在这位置开始直接启动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考虑买进 买入后果价出现这种短期的快速上升 是4个条件 咱们把表面 gains了 还是5个条件 但是还是5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上升 其实是6个条件 就是5个条件的